各位在看第61个卦 中福卦 中福卦出现的时候 主任的是先天卦 兄弟分家 分家没什么 分家还不相往来 这个 付财呢 毕征 毕征会有真的想 这我们呢 从官大吉 武为 司法 文为 财官 所谓财官就是在金融界或者银行界 或者财经界这种人 最后呢 科名必茂 读书啦 当官都很好 有有一子 一个儿子在旁边 但是这个儿子呢 主是非 这个儿子 主是非 带来是非就会很多 这我们巴士的人 先天卦是这种 很好玩的就是 他的婚姻 婚事呢 成于财祸 就是因为利而结合的婚姻 利而结合 也凶于财祸 也会因为有利害关系太严重了 结果分手 这个后天挂 后天挂出来的时候 上面写的 忘记上文书 希望一直考上啊 同时呢 节制财博 防人害 人家会 贪财的把你路牵走 那做官的人呢 要舍路 求官 为上策 做官的人 舍路求官 上策 对夫妻来说 夫妻本事呢 前世修 前世修来的 何必畏财 生增值 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 就会有这种现象 那忘记成龙 上文书 就会中 儿子的磕甲会中 儿子的磕甲会中 榴梿挂逢到了 中府挂的时候 磕甲大吉 非常好 但是财路呢 收到限 你看这个 我们路哦 图上面画的路呢 如果有绳子绑到 就是财路都会收到限制 哦 路受限 要虚防呢 只节 要小心 孩子会节你的财 哦 这一年呢 是喜出万外之年 这个 伤喜宁闻 这年很好 下公司 下公司 我